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很难不沉沉 11月28日夜昂千奇的生日 她19岁了 现在的她有一部卖作又较好的电影作品 有一部掀起全民讨论的网剧作品 当然还出了一张EP和很多单曲 她是被时尚品牌宠爱的男孩 也是商业品牌想要合作的艺人 现在的她当然可以用如日中天来形容 看客都知道这种状态还可以维持很久 只要手机有电影连不连网 甚至都不是事 在手机里她的显珍 她的自拍 她的歌曲 她喜欢看的书籍 会觉得这个人仿佛一直和你生活在一起 偶像离粉丝的距离有多远 人们常说认识了解一个人是需要时间的 不只是时间 你要从哪里得到那个人的信息呢 她说的每一句话 你确认你都听过了吗 她参加的节目你都看了吗 杂志报告的她是真的她吗 她呈现出来的只是她想表现的 这不是说她的毕人假面 而是无论你有多在意关心她 在粉丝面前 偶像永远是偶像 严格意义上讲 自仪泰不是合格的粉丝 没有参与过什么打仿 搞数据 也不按看综页 青春修炼手册之后发的歌 一句歌词也记不住 没去现场看过演唱 粉丝的高光时刻 大概是春晚TFBOYS演出的时候 我在沙发上的大喊 是杨千玺 然后疯狂刷朋友圈和微博 呼朋唤友的跟我一起 啊啊啊 我尽我的努力 第一次曾去看了少年的你 想看的原因 重点是杨千玺的 影语男主第一次 对系的女演员是 河北之光周东宇 摄像师于静平女士 原因介绍多了 足够确实一个死宅 剧场电影院了 一部电影的好坏 靠什么去评断 没有标准答案 我当时以为能唤起我人生 层面反思的电影就是好的 少年的理事不好电影 曾国湘博士内地导演 却能够将内地的高考 拍摄得如此真实 以至于看完电影后的那个晚上 我梦见了考试剧紧张 社会题材的电影 一电影意义 没有被社会意淹没 我想只足以证明导演的功力 周东宇能演很多角色 但是陈念这个角色 可能也只有周东宇能演好了 我见过一次周东宇 是在他的制片人 首秀的电影阳台上的 观影活动中 也是一个真诚的人 说自己当制片人的原因 是周围的人告诉他能挣钱 从山楂树之恋 到周东宇 他走了不少的路 索性每一部都踏踏实实地走过来了 现在想想阳台上里的背影 和少年的你 陈念的背影真的不一样 他的背影都会演戏 其实周东宇和杨金喜之前就有交集 是一个明星谈恋爱的综艺 周东宇翻唱了TFBOY的 不玩玩小孩 那之后我才发现 原来他的声音这么好听 看到杨金喜在电影里的剧照时 是激动的 和他平常不一样 有点意外 很惊喜 看到杨金喜在电影里的表现时 是激动的 抛开粉丝滤镜 他没有让一名普通镜 爱好者失望 刘北山在电影里的表现不错 是青涩勇敢的那种不错 他在用自己的感受 而不是经验去演绎一个剧本里说的混混 但混混有颗炙热的心 和比较干净的情感 即使刘北山也曾暴力说出 他没有丢失到人心中的善 在某一刻 小北的脸和前喜的脸重合了 几几天一样 惊喜生日当天 他发了一首新歌 叫冷静和热情之间 歌名很适合他 符合我心目中他的形象 冷酷脸庞和热情的心脏 单曲冷静热情之间 橘子海编曲和制作的这首单曲 我喜欢橘子海 也喜欢阳清喜 希望阳清喜的未来 作品继续美好 希望有机会再遇见一个 如小北般的角色 然后演员阳清喜 继续在冷静和热情之间 维持自己独特的平衡 无论如何 19岁快乐 叶阳清喜长相清秀出众 性格游某风趣 品鞋兼优 跳舞场俱佳 除夕多种舞蹈 如拉丁舞 现代舞 民族舞 坚舞等 世家和最小的舞蹈老师 除了跳舞 还会抬学道 魔术 书法 绘画 电脸 乐器等 多项技能 他是TFBOYS里 最小的成员 多彩多艺 而不张扬炫耀 勤奋努力 而不自我满足 低调内敛 热情 公益 一样 奸细出生于湖北环化 身上流淌着 出文化和 胡乡文化的基因 多才多艺 自幼习 好书法 浸润了 传统文化的心涛 一样 奸细 波具小王子的机子 他有着 童年人的单纯和善良 但同时又有着 超越年龄的执着和坚持 有才情 卷不张扬 队伍中年龄最小的他 机敏迅速 各类优异表现 更是自全员加速中 首期节目以来 频频闪现 尤其是那一双 刀翅的 飞快的大长腿 更让他跑出了 一阵风的美称 在终极加速赛中 一样奸细 也很适逞的主气 靠着绝佳的意志力 与体力 血战到了最后 成功跟上了 加速王的宝座 作为成名在望 MV男主角 一样奸细 挑战了 估计 大英功的 各种角色演绎 被阿信 等五院间成员一世 称 但好演技 是五院天 心目中最好的人选 他在MV拍摄过程中 非常认真 从第一天开始 就突破了 所有人对他的想象 大家都对他刮目相看 一样奸细 不仅基台 此功底 身后 还有演打戏的天分 他的物性 灵感度特别好 动作到一眼 经常表扬他 这个孩子以后 不得了 一样奸细 潮南瑞 十足是时尚界的 新宠啊 他不仅在舞台上 气场强大 生活中关于服装的搭配 有自己的见解 细节处会花 小心思 灵灵后的一样 潮汐 一体却走在 时尚的阶端 总能把机场 变成绣场 也还是新走的画报 潮汐 在2008年的实业 可谓是大方 异彩 各大工程 工作遍布 事件各地 且围绕全世界 飞行53次 正是为他感到 心疼的骄傲 同时 潮汐还斩获了 波风 横扫十多个杂志封面 一线难堪 大满贯 时尚表现力惊人 不仅是封面大篇 广告代言 综艺 英语各个领域 都表现优秀 还不断带给我们惊醒 18岁的他 还真的是 蕴藏着无限的潜能 而且他巨大的商业价值 更是成为了 阿迪达斯 No首位全球 青年创意馆 华为 Nova 全球代言 天猫时尚首位代言人 以及沙轩全球代言人 更是打破 全项拿下了全球代言人 彰显 强大的 号召力品牌 文明度毋庸置疑 前指贺们 是不是很骄傲和开心呢 如今 在看过了 一样千玺的 诸多作品 从音乐到影视 再到舞蹈之后 完全可以把 起初对一样千玺 音乐上的期待 化为对他个人的期待 在未来诸多艺术领域的作为 成长 进步 这些 都可以期待 这样的期待 本质上是一种美好的期许 期许背后 是对一样千玺 成长的肯定 这份成长 揭示了一种美好的可能性 这个世界上 总有人可以做自己世界的大人 他享受做少年的日子 也不抗拒 成长为一个大人 可以说 他的成长也是许多人的精神力量 与审美欣赏 也难怪 博邦尼会称赞他 多么美好的青年人 一样千玺十九岁 祝他生日快乐 愿他在冷静和色情之间 以适合自己的温度存在 浅漏漫漫 美好 无限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思义泰的视频 就请多多点和关注 思义泰每天都会更新 精精彩娱乐自信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